台湾四面环海 各种海鲜食品在世纪中颇为常见 尤其是每到过年 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准备一条热通通的鱼 象征年年有余 过年时的吉祥菜肴 却在1994年的台湾 成为骇人听闻的都市传说 欢迎观赏《幻想书》 今日本视频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台湾都市传说之一 人面鱼 故事是这样的 先传一名成姓男子 与四位友人到高雄岗山钓鱼 就在傍晚时分 男子钓起一尾大约四公斤的鲁鱼鱼 众人立刻烤熟分时 没想到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当众人正吃得开心时 耳畔却突然传来一个老太婆的声音 用着台语问 众人四处盘望 看了四中 却发现没有半个人影 众人回顾身来时 仅看见那口臭乌锅于你嘴 一开一盒地说着话 说着 这声音赫然就是刚刚众人听到的老太婆的声音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正当众人还惊鸿未定时 有人发现 那条无辜鱼的身上 进入着一张老太婆的面孔 其中三人立即呕吐生病 还有一人立刻拿起相机将鱼拍了下来 至于罪客一人 报道上并没有写出其当时的症状 因为隔天早上 众人发现 那位将鱼吊上岸的男子 已在睡梦中过失 死因疑似心脏麻痹 这则都是传说的版本 众说纷纭 地点 时间 人数 死因 或是怪异的事情 都有所差异 唯一的共同点是 无辜于身上的老太婆面孔 或许是因为有照片 作为故事的触发基础 看着这张照片 有的人心生畏惧 有的人觉得是巧合 就如同树皮上 有着许多与人脸相似的纹路 你呢 你对于这则都市传说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如果喜欢 可以按赞订阅或分享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